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都是著名帝王 而后期从道光以来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 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 封口浪尖 道光之后的皇帝曝光率也不低 但是中间有一个皇帝就例外了 这就是嘉庆 嘉庆皇帝可以说是整个清朝存在感最低的皇帝了 有些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的人 估计连嘉庆和嘉庆都分不清楚 那这嘉庆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水平又如何 首先应该承认 嘉庆皇帝的水平确实是比较平庸的 他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 他小时候就不是很突出 只不过乾隆喜欢的儿子 后来都意外死亡了 最后实在没什么人可以挑 所以才挑上他的 嘉庆的胆略 才干和担当精神都是很平庸的 所以说他存在感低也正常 但如果把存在感低 全都怪在嘉庆皇帝一个人头上 那也不太公平 因为嘉庆祖父的时代实在是不好 大清王朝运 转到了乾隆晚期 实际已经到了暮年 而到了嘉庆头上年景更是迅速衰落 后是把清王朝在嘉庆和道光年景光景迅速恶化的时代 称为嘉道中衰 只不过乾隆在位六十年 前期为之武功赫赫 而道光又赶上了鸦片战争 所以这两位的存在感都比较高 嘉庆就差了很多 嘉庆姐 不是不想作为 他刚刚当真的时候 就打出了贤与威信的旗号 整治立志 希望扭转锤势 但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庸章的时期了 加上嘉庆本人能力实在有限 他的努力成效实在是不大 嘉庆后来自己也是心灰意冷 也不想有什么座位了 只想守城 于是 嘉庆就一直恪守着祖宗之法 希望从先辈创造的盛世之中 寻找一些慰藉 但是嘉庆也不是一个坏皇帝 他为人还是比较人厚的 从这么一个故事 便可以说清嘉庆的为人 嘉庆身体很胖 所以极为怕热 一日剩下嘉庆在听一个大臣汇报工作 大臣在下面热得大汗淋漓 嘉庆发现此事后 就让身边的人撤掉了扇子 自己也跟着一起熬 后来 大臣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 被声门感动的痛哭流涕 而且残酷的文字欲 也是被嘉庆皇帝所废除的 嘉庆的平庸和无所作为 与其说是自身的无能 更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而整个浑浑噩噩的大清王朝 最终也被鸦片战争的炮伤所振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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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